说一消息来关心 30年前震惊社会的西门丁之郎 丁信男子一年内犯下五起性侵案入狱 之后他连续三次假释出狱都再度犯下性侵案 第三次甚至带着电子脚疗犯案 2017年复兴起码后强制治疗六年之后 医院认为还是有再犯之余 裁定再延长强制治疗三年 西门丁之郎丁信男子开庭竟然带着笑容 假释的时候他脚上带着电子脚疗 用宽松的裤子遮住 在西门丁假冒大学生找女子帮忙拍毕业影片 却猥亵性侵得逞 这让期盼他出狱的丁妈妈伤心欲绝 我抱好大的希望 可是我每天都在提心比较单 犯案记录回溯到30年前 一年内他犯下五起性侵案件判刑五年 没想到假释出狱再度犯案回笼 2000年又性侵三名女子被判刑十年一个月 这些案子都是二度假释再犯案 2009年变本加厉 三度假释带着电子脚疗 却谎称要去补习班念书考大学 让关护人替他延长外出监控时间 事实上又跑到西门丁 猥亵性侵得逞 尽管他狱中写给妈妈的信 统统强调自己清白 但最正确早 六年前刑满被认定要强制治疗 六年后裴德医院还是认为有再犯风险 再强制治疗三年 行后的强制作为评估更加谨慎 就怕纵虎归山 带着电子脚疗犯案的事件再度发生 记者刘四周东霖台北报导